县议员李球网则是对于花林地处地质敏感地带地震频繁 从106年5月即公告实施都市危险以及老旧建筑加速重建条例 但重建计划成效不张 因为托民间团体成立辅导团队 来跟各乡镇进行说明 一开始李球网议员就以学生上学术课 来比喻答对了9个题目错一题就被抹杀了之前所做过的所有好事 希望县政府能够将花莲地震带的老旧建筑加速重建 让花莲的居民能够免于老旧房舍 因建筑耐震系数不足的问题而提心吊胆 甚至地震来袭发生倒塌 危急住户生命财产安全 30年以上的老屋数以万计 这个万计到什么程度 屋林在50年以上的有20,260栋 在40年以上的有29,543栋 在30年以上的有28,580栋 合计啊 花莲县境内屋林在30年以上的总共就有78,383栋 7万多栋的属于老旧的这样的一个房屋 那怎么样加速民间配合推动 围老重建相关的事务 是县政府刻不容缓的事情 所以在民国106年的5月10号 政府公告实施的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 106年到现在啊已经满四年 据了解 政府受理围老重建计划 仅只有区区的十几件 这是本席所了解的 所以这个成效实在是成效不彰 那特别是0206之后 我们也知道啊 花年的一些老旧房屋 真的要赶快的来做 这个都市更新重建的工作 那所以这个因为县政府的人力有限 那是不是能借用民间的这样的力量 赶快来补齐啊 这个人力的缺口 所以由县政府啊 来推动这个围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师的制度啊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青年才子 如果愿意投入这样的一个行列啊 也可以啊 在县政府在举办这个推动师的制度的时候 也能够来参与 那第二个啊 就是有关啊 我们一些都市更新地区啊 这个所谓的自主更新辅导团的部分啊 因为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啊 是由本县市的民间团体跟学术单位 能够来参与啊 因为能够参与的话 对于啊地区能够比较了解 特性也比较能够融入 特别是对于周边居民的 他们的资训这个业务啊 也马上可以做来资训的服务啊 而不是啊 委由啊这个外县市的团体 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工作 啊这些规划工作啊 我个人认为啊 并不是很适宜 所以还是希望由县政府来推动 这两个这个工作跟任务 在咨询时也问到了有关 定制于厂归费收费办法 与矿石税是否违法收税 短收的部分是否影响 县府的社会福利运作 县府秘书长张一华及表示 在地方制制条例中 特别税地方政府应该拥有 百分之百的主导权 而且财政部也已经同意征收 所以对此判决 才是违背地方制制条例的精神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